嗨 你好 我是劉奶爸 這一節呢 我們來講一下去背的功能 那這個去背的功能呢 其實在某些狀況下 它非常的重要 就好像你現在看到這張我的自拍照 那它原本的狀態是長這個樣子的 是 這邊是有未去背的時候 我是站在這個牆壁前面 在住家的天台 就是在頂樓啦 在頂樓的地方拍的 因為那時候 如果你沒有去一個攝影棚的話 你在家裡面很難去拍得到全身的照片 因為它必須要一點空間 要有距離 拍的人跟被拍的人必須要一些距離 否則的話你可能只能拍到上半身 你沒有辦法拍到全身 所以那時候呢 我們在家裡的時候 想要拍全身的時候好困難喔 又要有這個距離 然後又不要有太多家具 因為會很亂嘛 所以很麻煩 後來呢 我們就想說好 到外面去拍好了 那就到頂樓去拍好了 那頂樓的地方就比較空曠 然後 背後剛好有牆壁 那我們就在這邊拍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只看上半部 其實是還好 我把它放大 放大一下 如果你只是拍上半部 那背景是白色的 其實看起來還好 可是剛好 我剛好有一家公司 跟我要 請我提供這個全身照 我還有我的自鑽 然後我找了找我的全身照 那發現 全身照的這個底下 這邊很難看嘛 就是 這個牆壁 這個顏色不好看 然後還有地板 也不好看 所以 我只好做一個動作就是去背 去背 那去背之後呢 效果就變成這樣子 那你如果看到我輸出之後的樣子呢 去背完 你看到這個格狀 格狀的地方這個是透明的 那我去另存新檔的時候 我存出來的 存成白色背景 就變這樣子 這是白色背景 所以 背景去掉之後 感覺就好看多了 就很像棚拍 棚拍就是棚內拍攝 很像棚拍的效果 那我們現在就來講一下 如果你的產品 背景很雜亂 背景很雜亂 像這樣子的狀態之下 這個是原本的 背景很雜亂 不好看 那你就乾脆去把它做一下去背 你的產品照片 就算是用手機拍的 就算是用手機拍的 不是用單眼相機拍的 如果你拍得很清楚 那你再配合去背的話 那讓那張照片的背景是白色的 那就會好看 好 加分不少啦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怎麼做的 剛開始呢 我的照片是這樣子 然後呢 我去做了一個動作就是 把這個背景全部去掉 好 你看我這邊是裁切 裁切 這個是步驟記錄 步驟記錄 那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沒關係 你把它點住 兩秒鐘 它就會跑出 兩個選項 你就選快速選舉工具 然後呢 你先按這個放大鏡 把這個照片點住 然後往右拉 它就會放大 往左就會縮小 往右就會放大 然後呢 我先把這個關掉 然後你把它移到你要的地方 按住剛剛的這個 快速選舉工具 然後呢 這邊點選加號 加號的意思就是 我今天選了 我點擊它 然後我再點擊它 點它 點它 它會 把它加起來 再點它 它會把它加起來 我點它 選取我要的部分 選取我要的部分 白色的也選取選取 它會相加 等於說剛剛選的跟你後來選的會加在一塊 然後選取 選取 你看 效果不錯 這個工具效果不錯 你看 它已經選到這邊來了 欸 手沒有選到 沒關係 再點選 手 放開 你看它自動把邊緣都圈出來 然後再點擊 欸 腳沒有選到 好 再腳 選它 欸 又選到了 你看 虛線的地方就是它選到的地方 欸 沒有選到鞋子 好 那我再選鞋子 喔 又選到鞋子了 欸 不錯 你看 好 再往上 沒有選到手 選手 喔 這個西裝 它選到這邊錯了 應該 選右邊 沒關係 我把它選這邊 然後再 選手 喔 選到手了 好 然後呢 欸 右邊這個袖子沒有選到 再選袖子 你看它又自動選取了 欸 這樣就結束了 好 這時候呢 你要的地方都已經選取完畢之後 欸 你發現這邊有個空洞 這個是 如果是你不要的話 你就按這個 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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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你再把它放大一點 按放大鏡 往右 拉大一點 好 剛剛這個 剛剛這個工具 選取工具 快速選取工具 你再 移過來 選它 那你覺得說 這個選取 這個圓圈太大了 你把 點擊這個 尺寸把它降低一點 6好了 你就發現 圈圈變小了 我就可以選它 選它 選它 那如果你發現它真的不好選的時候呢 沒關係 先不要理它 來 我們現在做一件事情 點兩下 點兩下是回到1比1大小 我們再把它 我們再把它縮小 縮小成全是我們看得到的地方 好 就這樣 這是我們選取到的地方 然後呢 這個選取工具之下呢 按下右鍵 然後要做一件事情 叫做 拷貝圖層 拷貝的圖層 按下 拷貝圖層 這時候呢 它就幫你拷貝了一個圖層出來了 那這個圖層在這邊 那原本圖層是這一個 那假設你今天想要看 你 你已經選取這個圖層的時候 你就讓這個圖層保持一顆眼睛 眼睛亮著 然後把背景這個圖層的 眼睛按掉 關掉 那你現在看到的呢 就是這個圖層 就是眼睛有出現的這個圖層就對了 眼睛有出現這個圖層就是剛剛的 那這個圖層呢 因為眼睛已經消失了 假設你把它打開 打開的話 你就會看到 關掉 等於說它有兩個圖層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的啦 這是我們要的 好 這時候你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 細微的 修正它 譬如說 我再放大鏡把它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你會發現 剛剛這個有沒有去乾淨的 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你就用這個 橡皮擦工具 橡皮擦工具 然後呢 你點擊它 你點擊 因為我們是要修整這個圖層2 不要選錯了 塗層2 我們就 假設你 你這個 橡皮擦的尺寸 假設這麼大 不適合嘛 你會擦到別的地方 哇 這樣就完蛋了 Ctrl Z回上一步 你要選擇小一點 譬如說 6就好了 好 6就好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擦掉 把它擦掉 你覺得還不夠小 再小一點好了 1好不好 1已經夠小了 把它擦掉 這是我們不要的地方 把它擦掉 那這個 我們再把它 縮小 那如果你 你覺得說 旁邊的這個邊緣啊 它已經去的 差不多蠻乾淨 那你就不用動它 那你可以去觀察一下其他地方 其實 有一些地方 你一定要去微微的修改 就是什麼 就是頭髮 頭髮 假設你覺得說 頭髮有一些地方 你想要保留 它的一些鬚鬚啊 像 因為我是男生 我的鬚鬚不會這麼多 如果是女生 然後他可能會有飄逸的秀法 那你這邊橡皮擦 你就可以 橡皮擦這個大小 你可以設小一點 然後來修改這邊 把這個不要的地方 去掉 像我把它調1好了 最小 像這個 這個不要的地方 你就可以把它擦掉 擦掉 擦掉 做細微的修改 把它擦掉 那其實剛剛的 這個 快速選取工具 在CS6版 出現這個快速選取工具 其實它的功能已經不錯了 所以我發現 它的選取還蠻乾淨的 真的還算蠻乾淨的 那你就可以節省非常多的時間 不用去做一些細微的修改 好像有的 它選取的這邊 多選一些東西 我就要用橡皮擦去把它擦掉 那這個 版本 這個CS6版本 它 選取的還算蠻乾淨的 所以 我不用花太多精神去修改它 像這個 像這個就怪怪的嘛 所以 我就會用橡皮擦 點擊橡皮擦 然後去把它修改 把不要的塗掉 如果覺得這個太小 讓你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像這樣 我覺得 形狀怪怪的 我就去 把它 微微的修改一下 基本上它還算蠻乾淨的啦 所以 有很大部分是不需要修改的 好 那下面看一下 鞋子的部分 其實也還好啦 再縮小一下 還可以接受 我覺得還不錯 真的 那如果是你商品的話 你如果商品有很多麟角的話 你就是要特別去注意 要去 微微的用橡皮擦去把它旁邊修飾一下 那如果像 我這樣子 因為 其實我要看的是整體的照片嘛 所以我剛剛已經放很大去修改它了 但是在正常的狀況下 放在網頁上 除非你要去輸出成大海報啦 否則放在網頁上其實像是 大概大小是像這樣子 所以那些滋味末節太細節的地方 其實是看不見的 那我剛只是 故意把它放很大 修改給你看 好 那就這樣子就完成了 這時候呢 你發現 上面空白太多 你不想要 OK 你就按這個 裁切工具 然後 選取你要的地方就好了 譬如說 我只要這樣子 我只要這樣子就好了 選取它 按Enter 好 這樣就是 你的照片就完成了 那這時候呢 你可以存成 三種檔案 第一種檔案就是 按檔案 然後呢 另存新檔 這個新檔案 另存新檔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我要儲存 PSD 原始Photoshop的檔案 那下次你在用Photoshop把它打開的時候呢 它就會回到目前的這個狀態 也就是說它會保留你原本的背景 還有你後來的這個圖層 它會把背景跟圖層都保留 那第二種 這個PSD檔就是以後你在編輯的時候可以用的嘛 你又可以叫出來繼續編輯 那第二種圖檔呢 我會建議你用 檔案 然後呢 儲存為網頁用 這時候呢 你可以儲存成 JPG JPG 它會自動把這個透明的圖層變成白色 會變成白色 所以呢 這個太大了把它縮小 它就會變成這樣 這邊是預覽 預覽百分比 預覽的百分比 你可以用符合式圖 就像這樣 你就可以看到整張圖 那你把它存成JPG的時候 這邊可以選擇品質嘛 品質百分之百就是 最高解析度啦 如果 如果品質選擇越低的話 它的這個解析度會越差 但是它的檔案會越小 因為我想要最 最清楚的 所以 我就把它 弄成百分之百 你看到左邊這邊 1.212Mb 那如果你把它弄成 百分之52的話 你會變成 只剩下304K 連1Mb都不到 所以 以前頻寬很小的時候 我們會盡量把這個品質調低 為了讓網頁的速度加快 圖片出現速度變快 所以你 適度就好 如果你是發網頁上的話 可能百分之八十的品質是OK的 但因為我現在要存檔 所以我要原始檔 我要好 好看的原始檔 所以我用百分之百 好 然後選擇JPG 好 這時候呢 你就按儲存 然後你就選擇你要儲存的地方 然後按存檔就可以了 那第三種呢 第三種 一樣 一樣是按這個儲存網頁用 然後呢 我會把它存成有透明度的 所以我會選擇 PNG24 PNG24 好 這時候呢 我再把它縮小一下 符合式圖 好 這樣 你會發現它會存成透明 有透明度 這邊要記得勾選這個 有透明度要勾選起來 如果你沒有勾選 忘記勾選就會變成白色的 記得勾選透明度 交錯是不一定要勾 那透明一定要勾起來 因為你要存成PNG 有透明度的檔案 那你就可以按儲存 存成這個 PNG的檔案 按存檔 這樣就可以了 那以後呢 你又有PNG的 有透明度的檔案 又有這個 JPG的背景白色檔案 又有原始檔 PSD的檔案 你可以做再 再繼續的後製 譬如說你要加文字 還是要把這個 這個圖片放到其他地方 然後就是很方便 什麼叫把圖片放到其他地方 譬如說我現在先 開啟一個就檔 讓你看一下 假設 假設 假設我現在 有一張背景圖好了 放一張背景圖好了 我就隨便找一張背景圖 然後你剛剛的這個檔案 你就可以按這個移動工具 你看這個是可以移動的 你會把它移到剛剛的那張圖 欸不是這張 這張嗎 欸不是 這張嗎 欸對這張 好 然後再移過來 放開 欸 跑出來了 哇 這是因為我的圖片 比他這張 原本的圖片還要大 那這時候你可以按Shift 然後按縮小 Shift的目的是讓他的 長寬的比例不要跑掉 你沒有按的話 可能會變成這樣 有沒有 好 那 你要記得按著Shift 他就會 圓比例縮小 長寬的比例不會變 不會變更 好 我可以繼續縮小 我可以繼續縮小 可以繼續縮小 然後點一下這個套用 這個就是去背的時候 的其中一個目的 就是可以把你的已經去背的圖片 放在任何一張照片上面 去做什麼 做合成 OK 所以你們的商品如果有這個需求的話 記得去做去背 OK 這個就是去背 最簡單的去背方法 OK 好那我們直接就講到這邊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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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